欢迎收看采金演绎 近年光伏行业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 极大光伏龙头上半年的业绩疲弱 显示光虚失衡局面仍然在继续 究竟行业何时能够走出困境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 中兴里昂中国产业研究联系主管冯晓先生来分享 冯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欢迎嘉宾主持李泽民先生 艾伦您好 大王您好 冯晓幸亏 你好你好艾伦 为了让观众加莱更方便去听我们的讨论 向先请冯先生介绍一下 光伏这个产业链上中下游 到底有哪些环节 当中有哪些重要的细分行业和龙头代表企业呢 好的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 一般我们所说的光伏行业分为上中下三游 所谓上游呢 一般都是一些原材料 比如说代表企业通微GCL的科技 这些公司都是通过制造硅料 作为他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环节 那么硅料呢 会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们称之为硅片 这个环节和我们所熟知的半导体啊 这些环节相对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硅片呢 之后会通过焊接等环节 做成叫光伏的电池片 那么我们将电池片组合在一起呢 就会变成我们日常在大家房屋屋顶用的呀 或者比如在工商业的屋顶用的这种叫光伏组件 或者叫光伏面板 那么整个四个环节 硅料 硅片 电池片和组件 就组成了我们整个光伏的一个产业链 除了我们光伏的主产业链之外呢 就我刚才说的四个环节称为主产业链 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称之为辅材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光伏的这个组件 会需要一些玻璃去覆盖 做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那个呢称之为光伏玻璃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件 我们称之为光伏逆变器 简单的说呢 就是将我们日常所 这个光伏发出来的直流电 变成交流电的这么一个东西 叫做光伏逆变器 这个呢就组成了我们整个光伏环节的 一个产业链的形式 所以所谓的这个代表性企业 像我们这个硅料 就是通微 GCL科技 龟片环节呢 主要的代表企业就是像 TCL中环 龙肌绿能 像这个电池片 以及组件环节呢 一般是一体化的 我们称之为天龙晶晶 也就是天和光能 龙肌绿能 金科科技和这个金奥科技 这四家企业 这个呢就组成了我们整个 光伏的一个主产业链 和代表性的一个企业 嗯 明白 说到光伏的话 就是我看到过去几年以来 就特别多的新闻是关于光伏 而且是国际之间的那个摩擦 就很多都跟那个 就中国的那个生产光伏有关 就作为就是中国现在出口的 所谓的新山让 其实光伏你刚才也介绍了 就很多的环节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环节 其实中国或者是中国的企业 实际的控制产能 这样的传球来说的话 已经超过百分之九十了 就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过去历史 就中国是怎么发展出来 就是具有那么大垄断性的一个行业 谢谢艾恩的问题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讲中国 刚才您提到百分之九十的这个数据 其实都是略为保守的一个数据 实际上我们如果按照有效的产能 也就是实际在运行的产能 这个数字可能比百分之九十要更高 绝大多数的产能都是在中国的境内 那么我们中国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间 发展到控制或者叫掌控整个光伏的 这个产业链的情况呢 其实大概在上一个光伏周期的时候 情况是完全相反的 在大概2018年之前 我们称之为光伏前一个周期之前 我们称之为一种叫 两头在外的商业模式 也就是中国光伏行业呢 原材料依靠进口 然后中端的产品依靠出口到欧美国家 中国只负责中间的一个制造和加工环节 所以我们称之为两头在外的一个环节 当时是非常受制于外贸 以及国际环境的一些摩擦的 那么在2018年以后呢 因为中国的这个光伏产业链的一个急剧效应 也就是说中国通过科技的迭代 我们已经摒弃了上一个这个时代的光伏的科技 那么在最新的一个科技环节 像比如说我们说的PERK TOPCOM HCT 那么中国通过掌握整个科技产业链的这个技术 把所有的产业链集中在中国 那么这是科技环节 在需求环节呢 中国从2020年开始提出这个双碳减碳的这个目标之后 中国的光伏装机量 包括其他新能源的装机量 每一年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上台阶的一个增长 所以我们所说的两头在外 现在基本上变成了三头在内的一个情况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中国也是逐步获得了 包括光伏在内的一些高端制造 包括新能源产业的一个所谓的话语权吧 是 那所以欧美国家眼看着光伏产品受制于中国 也是纷纷祭出了一些限制措施 那么这些措施对于中国企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那么中国企业又去怎样应对呢 确实 因为在短期之内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些贸易摩擦 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税的条款 这个确实在短期对于中国企业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通过这个社交法案以及一些双反的一些政策 导致中国的光伏产品基本上是无法进入到美国市场的 欧洲呢也在积极的开展一些调查 针对中国在东南亚以及在中东设厂展开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倾销的调查 所以也会对于中国的光伏产品产生非常多的限制 那么中国企业呢 当然一方面是更加积极的融入到全球的产业链之中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积极的在中国以外开拓第二的生产基地 比如说最近最比较大家集中的地方就是在中东 以沙特和阿联酋为例两个国家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东是一块乐土非常容易进入的地方 但是确实通过一个产业的互补 因为我们知道在光伏的生产过程中 最大的消耗的产品就是能源 那这一点呢 确实在中东也是最便宜的一个所谓的供给 所以通过中国的技术加上中东的能源 以及一些大家双方国家的一个友好的磋商 所以中国整个光伏的产业链 目前也开始越来越多的转移到中东地区 以及周边的一些东南亚地区 那么以后未来我们可能会预计 整个光伏行业会变成两条并行的产业链 中国境内的产业链主供中国 那么境外的产业链就会主供欧美国家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虽然现在就中国可能就是 在光伏方面的产业 还是具有一个比较大的垄断性的优势 但这个优势能不能够长期维持 而且是面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 虽然暂时是有一个垄断性优势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国家 或者其他国家企业 是有意可能进军就相关行业的话 就面对这个环球的竞争 其实中国企业一个长期的优势在哪里 当然我们永远不能说 打包票说中国企业的这个技术优势 成本优势永远能够保持 这个话谁也不敢说 但是在我们能够看到 可预见的将来 中国企业的这种成本优势 技术优势 应该是很难会得到 其他国家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所说 制造业里面没有绝对的门槛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 各种光伏的发电的科技 以及各种光伏生产的一些科技 其实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做法 这些科技的原理 可能在三十四十年之前 就已经得到了理论的验证 那么中国产业最大的门槛 其实是行业的急剧效应 以及成本控制优势 所谓的急剧效应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光伏所有的环节 包括辅材环节 都会集中在比如说四川 比如说在江浙地区 比如说在内蒙地区 你的上下游所有的配套 都在一个小时车程以内 那么我们就有巨大的成本优势 其次就我们所说的规模效应 量大成本自然的降下来 所以在目前这两个条件下 我们很难看到其他国家 能够在这两个方面 对整个中国的光伏产业 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 唯一一个比较可能的威胁 就是来自于外贸条款以及关税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光伏行业 更多的被划分为 美国以及美国以外的产业 因为美国确实是 因为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 导致美国国内的光伏科技 和光伏产业链 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是两套不同的系统了 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危险 如果是一个技术迭代过 是一个周期迭代 会不会造成这方面的转变 因为刚才听到你说 就上一个就是周期 其实也没有太久之前 就只是2018年 2018年以前的话 就中国企业不具备 这方面的垄断优势 但2018年以后 就可能就尤其是疫情期间吧 这个优势就突然间显现出来了 所以就是如果是 这么快的迭代的话 就下一轮的话 会不会有优势换的另一个面 我们觉得下一轮肯定是 每一轮都会有 不同的赢家和输家 但是从目前的产业链 急剧的情况来看 我们觉得下一轮的赢家 也还是会集中在 中国的产业链里面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 光伏行业下一个迭代的 包括盖太矿 包括HJT等不同的技术 其实领军者也都还是 在中国近年一些企业 因为光伏行业 从这个研发的角度来说 是一个属于非常资本密集的行业 我们经常说光伏企业 大概接近7%到8%的收入 都会要投入到研发之中 所以这个是随着体量增长而增长的 在目前来看 我们觉得可预见的将来 即使是有非常快速的技术迭代 也会应该在中国的 光伏产业链中间发生 它不会在其他行业 其他国家 好 上半节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意犹未尽 下半节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一会儿再见 欢迎回来财经演绎 下半节我们继续探讨光伏这个行业 好 那我们看到过去几年 其实光伏行业走了一个上行的大纽市 下游的装机需求爆发 带动到中上游快速地增加产能 但是看到内地装机需求 今年好像是明显地放缓了 那么又出现了一个现象 我听讲说是跟之前的那些 矛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这一轮的产能过剩是全产业 连各个环节都出现过剩了 想先问问您 首先今年为什么装机需求放缓了呢 另一方面这个产能过剩的情况 现在到底有多严重呢 好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 光伏装机需求确实在今年 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放缓的迹象 那么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在光伏以及其他新能源能源的 一个削纳的问题 我们知道常用的一些能源形势 包括我们是用煤发电 用水去发电 我们在需求端 比如说我们日常用这些灯啊 电啊 我们都是不断地拨动的 所以在一天24小时每分钟之间呢 用电的需求是不断拨动的 那我们通常用的形式 就是用电的这个供给 去match电的需求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通过增加煤的消耗 增加这个气阀门的这个大小 去控制它的供给 但是当我们转入到新能源的时代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供给 今天是出太阳还是下雨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风量的大小 这个时候在供给和需求之间 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矛盾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新能源的销纳问题 这个时候因为新能源的销纳 对电网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可以理解为我们原来设计的这个电网 或者是类似水管的这么一个东西 无法销纳大幅度波动的新能源 产生了一个矛盾 所以从今年开始呢 整个光伏装机是有一定程度的放缓 那么整个国家层面 整个产业层面在做什么呢 一方面我们做一个叫煤炭灵活性改造的一个事情 或者在加大对于电网灵活性改造的一个投入 让整个供电系统能够更好地适应波动的电力需求 和很难调整的电力供给之间的一个矛盾 所以我们预计在今年甚至在明年短期内 两到三年的时间内 中国包括全世界的光伏装机 都会出现一定程度放缓的一个迹象 但是新能源相大的问题不是一直存在的吗 是的 是的 新能源相大问题一直存在 但是因为过去几年 这也涉及到刚才您说的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情况 过去几年因为光伏装机大幅度的提升 导致这个矛盾在近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凸显 从理论的角度 当一个国家的能源体系里面 新能源的发电占比超过10% 15%的一个范围之内 就会对整个电网的一个稳定性 造成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冲击 那么在几年前 整个中国包括光伏和风电占比 可能是在10%以下 那么截至于去年 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13%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个理论的限制 就根据最近内地的报道 就是说就内地光伏玻璃的厂商 就是做一个风炉 可能就减产30% 这个如果是真的话 其实对于那个就是解决那个产能过剩 就有多大的帮助 或者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看到 就现在不断下行的 无论是就经费价格 还是一个光伏玻璃价格 可能有一个就见底的一个情况 谢谢艾伦的问题 没错 确实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看到 整个光伏的产业链 包括上中下游三个环节 都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 我们说供给的收缩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整个光伏现在进入一个 大范围行业的一个亏损状态 根据我们中信里昂的测算 现在接近95%以上的光伏行业 是处于一个光伏企业 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况 包括我们上游的硅料 中间的这个硅片电池片 以及上游的组件 大幅度的亏损 导致光伏企业对于投产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的增加 所以我们看到有两种形式 这个企业会应对目前的一个危机 一个呢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一个减产 所以我们看到光伏玻璃 包括之前上游的这个多金硅 从今年1月份到 目前最新的数据 今年8月份 我们看到光伏玻璃 以及光伏硅料的这个 供给减少了接近30%到40% 那么另外一种形式呢 就是通过产业内的并购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像通微 也提出过想要收购润阳的 这么一些proposal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光伏行业 第二种方向呢 就是通过行业内的兼并 能够达到一个产能出清的情况 那么我们预计 在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 我们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 光伏的供给和需求改善的情况 但是如果要达到完全的供给平衡 我们估计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个呢 一方面要取决于国家的宏观 调控政策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取决于我们所说的 这个金融环境的改善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整个光伏行业 是依赖于银行财团 以及资本市场的输血的 所以这个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出镜的时间线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 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 完全的改善 那可能还是要等到2025年甚至之后了 您说的这个改善的时间点 其实会不会比原先大家设想的 要来的更晚一点 现在确实整个行业的反转 或者叫触底反弹呢 比我们预想的会要慢一些 究竟原因呢 就是在过去一个上行周期 光伏企业积累了大量的现金 其实之前确实是一个 非常蓬勃发展的行业 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所说比较关注的 像毛利利润率啊 像近利润率啊 像大多数的光伏企业 在特别像上游的一些多金融企业 在2020 2021 2022年的上半年 曾经最高的毛利利润率 可以去到百分之七十八十 甚至更高 那么一般制造业的毛利润率 大概也就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过去两到三年 他们确实是赚了大钱的 手里也是有很多现金储备的 所以在正常的这个周期下面 我们说企业应该会做出反应 那么因为他们赚了很多钱 手里有钱 那当然就会比较硬气了 那么所以呢 我们看到整个周期的反转 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推迟的 那是不是在每个环节 它的复苏的速度也会不太一样呢 比如说主财跟辅财方面 会不会不太一样呢 是的 是的 我们觉得复苏最快的 应该还是在上游的 多金归环节以及光伏玻璃环节 这两个环节和其他的光伏 紫板块一个最大的不同呢 是他们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 所谓商品属性呢 就是头部的企业 获取的市场份额非常的大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 光伏玻璃的头部两家企业 也就是信仪光能和弗莱特玻璃 掌握了接近50%的行业的产能 那么在多金归环节 我们所说的Top4就是通微 GCL 协星 大全 以及新特这四家呢 掌握了接近60%的产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小的企业和头部企业的 这个成本曲线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那么在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 供给收缩的情况下 因为他们的商品属性 所以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 通过开和关来获取这个产能的灵活性 那么在下游 比如说组件环节呢 是一个制造加工环节 价格好 我可以开 价格不好 我就关掉 非常灵活 所以你导致价格很难 长时间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那么在上游的组件环节 商品环节 我们会发现 整个的利润 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会觉得 反弹比较快的 应该是在多金归 以及光伏玻璃环节 那这些上游的企业 有没有可能就跟其他一些 比如说建材啊 就水利啊 这些行业就出现 行业之间的一个协调 就比如说就共同减产啊 或者这种情况去尽快 可能就走出现在 产能过剩的一个谷底 艾伦这个问题非常专业 确实是 因为我们看到光伏玻璃企业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跨界融合的 我们像看到 头部的比如说信义光能 它还有涉及到一些 硅料的这个生意 然后信义光能 还有30%的业务 是来自于光伏电站 那么下游还有一些 相对tier2的一些 光伏玻璃的企业 比如说这个南波啊 比如说这个洛波啊 这些都是一些 传统的建材企业的 一些光伏玻璃的分支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光伏玻璃减产 肯定是会随着整个建材 包括水泥 包括普通的建筑玻璃 会有一定的共振的情况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我们就总的来说 就现在就光伏行业里面 各个环节 你觉得每一个环节 现在的在股票市场的 那个投资前一队的 从紫板块的角度来讲 我们分为中短期和长期 两个维度去看这个问题 在中短期 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觉得上游的多金归 以及光伏玻璃环节 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投资价值的 也就是随着产能的大幅度退出 商品属性 加上我们看到整个光伏行业 进入一个改善的供给效率的情况下 进入到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 我们觉得对于多金归 以及光伏玻璃行业 会有一定程度的投资价值 但是在长期 我们觉得最具有投资价值的 还是储能环节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电能的供给和需求的错配 导致整个储能 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会成为整个新能源 对于整个电网 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 除了中国以及中国之外 会需要大量的储能投入建设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 电池的制造 涉及到光伏逆变器的制造 涉及到整个储能系统 并网的这么一个调节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 也感谢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